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9月6号 上午的8点28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谁家的聚金地址 在搬转YFI大姨父到币安交易所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还是做个敏择声明 不能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可承受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业报复 好,那么现在我们开始 先看看新闻 这个快媒体的报道说 不吹不黑 美国是不是真的在衰弱 中国很快超越 那么这里说的是 我们在看待大趋势的时候 要保持清醒 比如过去大多数人都觉得 美国正在衰弱 只要不出意外 中国全方面超越美国 很快就会到来 那这种观点呢 低估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难度 那么实际情况呢 是美国的优势可能并没有减少 反而可能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个呢 我也是跟近达 跟大家讲 就是说中国呢 它的这个数字货币啊 金融啊 会逐渐的国际化 因为plus token的关系呢 会加快 但是美国呢 仍然是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那么将来以后的 未来的几年 甚至几十年呢 都是中美并驾齐驱 所以呢 大家呢 这个以后的这个世界的权力的中心呢 就是由中美两国共同来把持 所以不太可能会美国迅速衰落 中国呢 也没有那么快 会迅速崛起 毕竟中国的这个国内还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月收入一千块 可支配收入的有六亿 所以不太可能这个迅速的成为超级大国 大家还要有个清醒的头脑 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美国 好 再看看华尔街日报 说美国经济步伐盘山 华尔街为啥一片繁荣 那么这个文章说得很好 说2020年上半年 华尔街投行和交易收入 创出了八年来的最高水平 那么这种反常的繁荣呢 凸显了美联储众手干预的结果 那么也揭示了这个金融市场 以实体不断脱节的事实 那么美国呢因为有大选的原因 所以呢美联储呢不断的发币 那么发出来的货币呢 直接注入美国的股市 那么就导致美国的这个股市不断的上涨 但是呢美国的实体经济呢是非常的差 那你如果有机会来美国 那你看看很多的这种购物中心啊 商场啊都是关门啊 所有的公司都在裁员啊 所有的实体店都在倒闭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的股市还疯狂的上涨呢 只能是说它是有少数的大公司啊 在盈利啊 大绝大部分的公司呢都是在这个裁员啊 所以这种情况呢 必定是不可不可维持的这种状态啊 那么相信到了美国大选以后呢 美国的股市呢很快就会崩盘啊 因为你毕竟是拿钱砸出来的东西 它跟实体经济呢严重脱钩啊 好再看看英国BBC的消息 说中印边际冲突后两国的国防部长 首次在莫斯科会谈啊 这里说的是中国的国防部的部长魏凤和 还有印度的国防部长辛格啊 到达莫斯科出席了当地时间9月5号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防长会议啊 那么两人9月4号晚上呢举行会谈 这是中印军队在6月25号 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 爆发致命冲突以后呢 两国高层的官员首次会面啊 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和平相处的方案 但是印度呢最近确实是一直在挑衅啊 好再看看另外一个BBC的报道说 新冠肺炎 俄罗斯报告称疫苗出现免疫反应迹象啊 那么这里说的是俄罗斯的科学家对其研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疫苗发表第一份报告 称初步研究呢显示有免疫反应的迹象啊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在医学杂志刘约刀上发表的报告呢 称每一个接受疫苗测试的人都产生了抗体抵抗病毒 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啊 那么在这个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以前呢 俄罗斯上个月呢就已经对疫苗核准了执照 而且是全球第一个有新冠疫苗啊 新冠病毒疫苗执照核准的国家啊 但是呢很多专家认为俄罗斯的疫苗实验呢规模太小啊 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而且安全啊 那么不管怎么说 这个有一个疫苗出来总是好事情啊 我们也希望俄罗斯的疫苗能够真实有效啊 但是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疫苗也要尽快推出啊 好再看看另外一个TikTok的消息哈 那么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报道哈 这个特朗普对TikTok的打击影响了很多美国人的生计哈 那么洛杉矶时报9月3号报道呢 直接跳动旗下的教育产品GoGo Kids 雇用了几千名的英语老师 那么特朗普的行政令呢是他们忧心忡忡 有报道显示呢 GoGo Kids已经成为众多美国老师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么行政令呢 可能是他们失去喜爱的工作和收入的来源 而且呢是他们涉嫌违法被罚款啊 这个呢是很可怕的事情啊 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华为呢 那全力增加芯片库存 有网友报道呢 麒麟9000呢被获1000万片或能支持半年啊 距离9月15号的美国禁令最后期限只剩下10天 那么华为呢正在全力增加芯片的库存 根据国内媒体的报道呢 通信行业的自身独立分析师黄海峰 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麒麟9000呢被获量在1000万左右 那么有1000万的华为手机可以用到这个芯片 那么大约呢可以支持半年啊 那么半年以后怎么办呢 那就谁也不知道 有可能的华为呢就会退出高端的这个手机市场啊 好再看看一个南华早报的消息啊 说中国的央行收入货币对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意味着什么啊 啊那么这里说的是这个随着冠状病毒的大流行和中美关系的恶化 那么中国的电子支付生态系统必将进一步的提高水平啊 从而加快了北京制定数字法定货币的计划 那么可能会使支付宝和微信主导的格局复杂化啊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呢也告诉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啊 他可能通过设定这个最大的每日还有年度的付款的限制啊 将电子源或者叫数字人民币限制在小型零售交易啊 而且只能通过预约处理大量的交易啊 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可能对大笔或者高额的交易收取费用 而且呢他不提供任何的任何的账户的利息啊 那么这个新闻呢就很明白了哈 所以咱们的DCEP呢首先它的定位呢是在小型的零售交易啊 并不是这种大量的这个这个贸易往来啊 大额的汇款啊都是小额的贸易啊 所以就像我上回说的一下推广DCEP呢会有收益 但是这个收益呢不会很高啊 因为你只是小额的零售像你路边卖个茶叶蛋啊 卖个报纸啊这种啊 连这个余老板的大闸蟹的推广呢估计都够呛啊 因为他的这个呃他的限额是在那里哈 你看他这里写了哈 设定每天最大的限额还有每每年最大的付款限额哈 所以像余老板卖大闸蟹呢估计拿DCEP来收款呢 估计可能会爆掉哈会超过他的限额 所以到时候呢会出现收不了钱的状况啊 所以呢大家推广DCEP呢想发大财呢是不太现实的啊 但是呢推广DCEP在海外呢可以开plus账户 这个呢才是真正的这个我们赚钱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啊 那么DCEP的赚钱呢只能是一个补充啊 他不会让你发大财的哈 但是能赚到一点钱这个是肯定的啊 好再看看法国国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哈 这个法国卫生部长伟兰表示必须警惕新一波的疫情啊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暑假已经结束了哈 很快呢就要叫秋冬季那秋冬季呢是流感这种大爆发的时候啊 那么新一波的疫情呢有可能是变种的这个新冠病毒的又会来袭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特别是要出国推广DCEP的朋友哈 那有疫苗呢尽管打上疫苗啊 那么法国呢在周五担任新增的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呢又创了新高哈 法国的卫生部部长伟兰周六表示 法国必须警惕新一波的疫情 以及未来半个月内住院的病患以及重症的患者的增加哈 那么克罗地亚呢还有数千个民众示威 表示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危害人权和自由哈 所以现在防疫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好再看看TDC的新闻报道 说随着数字人民币四点的继续 那么中国呢也相应的减少了美元的库存哈 那么这里呢说的是中国正在积极的减少其持有的美国国债 因为他希望抵消通货膨胀上升带来的违约的风险哈 那么根据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说 随着美联储继续为美国经济提供财政刺激 那么中国政府呢可能会将其目前持有的价值超过 一万亿美元的国债减少到八千亿美元啊 啊那么随着特朗普政府呢继续对中国 及其在美国和全球的附属公司采取激进的立场 那么中国呢也在努力减少持股啊 那么正如Decrypt这个杂志在本周末建议的那样啊 数字人民币DCP的发展呢啊可能是东方超级大国 减少其持有的美元数量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最后呢还提到了随着它的持有量的减少 以及对美元的依赖呢 DCP的出现和成功可能会加速使用数字人民币 作为国际结算的选择啊 啊好再看看另外一个网站哈 叫Asia Crypto Today 叫亚洲加密货币的今日啊 今日亚洲加密货币啊 他说中国的DCP将如何影响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啊 那么这里呢说的是 随着人民对加密货币的兴趣不断的增长啊和采用 全球呢约80%的中央银行 正在寻求创建自己的加密货币 那中国人民银行呢处于所有人的最前列 那么啊迄今为止呢 中国中国的中央银行呢 一直在开展其DCP的计划啊 那么这里问的是这个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可以以中国的DCP共存吗啊 很多人说DCP呢出来呢会取代微信跟支付宝 但是这里呢这篇文章呢说的是 有很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的DCP呢并没有计划来篡夺这两个金融科技平台啊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呢是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呢 提供了以微信和支付宝相同的功能 有了它呢市民呢就能够进行日常的采购 从而在以后呢替换钞票和硬币啊 那么也也那么也就是说呢 他认为呢微信跟支付宝呢 是可以和平相处的跟这个DCP 那么我们也相信呢微信跟支付宝呢 一定会搭载DCP作为它的一个支付的功能啊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关注呢是微信跟支付宝呢 什么时候它能把它的这个升级到搭载DCP的新版本 然后我们可以下载使用啊 因为我们相信Plus的回归呢 也估计大概时间呢会跟微信跟支付宝搭载DCP的时间呢 这个非常的接近啊 好 今天呢给大家聊一聊这个隋家的聚金地址 在搬转YFI大姨父啊 到币安交易所啊 那么我们发现了在聚金警报上面有一个交易啊 那么这笔交易呢是114.87个YFI大姨父啊 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5号 那么这里呢有哈希值啊 Linux AD34DC 那么这里写的是从币安交易所到币安交易所啊 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啊 我们看看它的这个以太坊的主网啊 我们点进去看一看啊 那么我们在看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YFI 就是大姨父啊 这个YFI呢是由EAN.Finance这家公司发行的一个治理代币 那么这个团队呢声称这个币呢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啊 但是呢从它发行以来呢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 币价就从零一直标到三千多美金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超过了几万美金了哈 现在是两万三千美金了哈 那么用一周的时间走完了大部分币一升的路线图哈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个炒作啊 那么这两天呢啊啊币价大跌 那么它也是狂跌啊 好我们看看在以太坊的主网上的这个交易啊 那么它写的这个合约呢是在这个Linux0bc5529这个地址哈 这个合约呢是Ygolf.finance哈 YFI token哈 换句话说这个币呢其实也没有上主网啊 只不过呢是在以太坊的主网上开发的一个代币啊 就跟plus呢是一模一样哈 然后我们看看这笔交易呢是从这个Linux941509到这个币安交易所哈 并不是从币安到币安哈 所以刚刚那个巨经警报说的是错的哈 这个呢啊就是以太坊的官网呢才是正中的哈 那么这个呢代币呢我们看一看哈 这个啊YFI哈 好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代币的这个合约地址哈 那么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这个炒到两万多美金呢 因为他的发行量很少 这家公司呢或者说这个团队呢只发行了三万枚的YFI哈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他的地址呢只有9473个地址哈 所以呢就是说假如说每一个用户有一个地址呢 他只有9000多个用户哈 所以是很小的一个啊地址和很小的一个规模哈 当然他也刚上线不久哈 所以他两万多块钱美金一个呢 呢纯属是炒作哈 因为一个像plus一样没有上主网的币呢 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哈 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这种 DFI的概念呢就是炒作哈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地址哈 Linux 941509哈 那么他现在呢 在账户上面只有零个YFI哈 说明他已经没有了哈 那么总共呢有32笔交易哈 这里写的32笔交易哈 好我们看到了哈 这每一笔交易呢都是在不同的地址之间哈 你看他去出了是币安哈 然后进来呢是从别的地址 Linux 9713哈 另外呢就是从一个交易所叫Pologics 4哈 4号地址哈 我们看到了这个的这个中转地址哈 Linux 941509是在不同的交易所之间来来回的搬搬专哈 那么看下一页也更明显了哈 除了这个币安交易所还有Pologics交易所4号地址以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交易所叫做FTX交易所哈 那么这个币呢在不同的交易所之间的来回的这么搬专呢 那么我们很明显哈 这个就是啊 plus项目方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操作哈 哎我们看到了哈 你看有FTX交易所 有Pologics 交易所4号地址 还有币安交易所 你看那么这个中转地址呢 就是在各个交易所之间来回搬专啊 就是这么一个用途哈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plus项目方的一个典型的操作 手法哈 你看 不同的交易所啊 所以我们就知道plus呢也在搞这个这个WFI哈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有币圈的有乐点呢 我们都能看到plus项目方的身影在后面哈 好 好我们看看币世界的报道哈 说北京的副市长啊 英勇说北京啊 将利用冬奥会等场景在数字货币领域呢先行试点哈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北京市呢能够尽快的用数字货币哈 啊 DCEP在熊安做做这个大规模的推广哈 那么我们的正式发行呢那也就快了啊 然后经济学家这个余峰会说央行的数字货币呢理论上杜绝了投机套利的可能性啊 那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DCEP呢它是由央行所掌控 而且他跟人民币呢是1比1的比例哈不会波动哈 所以呢就杜绝了这个炒作和投机的机会 那么他说如果要做一些啊投投机套利呢你就要去买这个比特币哈 因为呢比特币呢是去中心化 而且呢这个比特币呢只有2100万枚哈 越稀越越越稀缺那个需求越大啊 所以有投机套利的机会啊 那么这两天呢比特币呢价格暴跌哈 那么呢已经达到了1万美金左右哈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 那么大跌之后呢他就会有出现买入的机会点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观察哈 如果这个币价如果继续跌到9400啊 甚至9200那么我认为呢就是一个绝好的买入的机会啊 因为这个比特币呢他是有挖矿成本的哈 有零有零钱的话或者有余钱的话呢 可以买一点比特币囤一囤哈 等待一个买入信号哈 如果这两天如果还会接着大跌 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买就买入了啊 那么这里另外一个新闻说 江卓尔说现在接盘DeFi的流动性挖矿垃圾币是币圈有史以来最傻的人哈 他这里说了几点哈 第一点现在还接盘DeFi流动性挖矿的是币圈有史以来最傻的哈 然后呢财富呢不能无中生有 短期炒币呢是零和的游戏哈 用真金白银买入垃圾币之前呢先想想自己真金白银的流向 愿不愿意让农民让开发商来赚走自己的真金白银哈 第三个不要以为输水跌了这样就结就结束了哈 啊 然后第四呢不持有五年呢就不要持有五分钟 要做到这一点呢不亏钱才是次要的好处哈 嗯第五一点呢不要以为一次见到几千万几亿才是财富自由 只要财富的增值速度超过花钱的速度就是财富自由哈 那要在币圈做到这一点呢就和呼吸一样简单哈 哎所以他说的这些话呢还是挺有道理的哈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再看看这个哈国家金融发展呃实验室的副啊 副手论说 央行的数字货币呢主要是面向零售端哈 那么根据新浪财经的消息 在2020年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在2020年的9月5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哈 那么国家金融已发展实验室的副主任杨涛 在谈及央行的数字货币的时候表示 那么这两年呢各国央行做了很多的细分 有的呢是基于账户有的呢是基于token哈 有的呢是基于面向零售端的通用型 有的呢是面向批发端哈 那么我们的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呢是基于账户的面向零售端的哈 更多想代替一点MO哈 那么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我们的预料之中哈 我们的DCEP呢它不是做大规模的批发哈 它是做小额的零售哈 那么这是因为这一点呢我们才能够拿它的推广收益哈 是因为它如果是大规模的零售呢 那它可能不会让我们拿什么收益 因为这个利润太高了哈 那么只有这种小规模的啊 小规模的零售哈 它才会让我们拿收益 所以我们的收益不会很高哈 大家不要有不高不确实际的幻想哈 我们的收益呢主要还是靠plus的账号啊 看这个看清楚了吧 这个DCEP的推广收益是有的 但是不会太高 因为它只是涉及的是小额的零售啊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我是劳博士